哈喽 爱奇艺爱聊专访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阳 在回想这部戏里边 扮演的是 冉冬冬的老公穆达夫 大家好 我是演员宋佳 在回想里 我演的是冉冬冬 穆达夫的妻子 一名女刑警 好 谢谢 谢谢 请两位老师分别介绍一下 对方的角色 你们觉得对方角色 吸引你的魅力点是什么 穆达夫在我读文本的时候 我当时想象中的人就是王阳 对 真的真的 真的真的 就是是一个 首先大家也看了 是一个教授 一个知识分子 一个学者 是一个很招姑娘喜欢的 有很多仰慕的 追随者的一个人 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 很有文学气质 然后又不是那种 很刻板的那种印象的人 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一个人 行吗 特别好 首先我觉得冬冬 是一个不好演的角色 特别不好演 这个角色 他心里边 我觉得挺分裂的 实际上 那么我觉得 冬冬冬这个角色 身上的这种复杂性就是 他在外面作为一个 女警察的这种专注 执着 对于破案的执着 抓到凶手的执着 他要通过他职业线的 这个干练表现出来 这个宋家身上是有的 特别洒 那么回到家 他作为穆达夫的一个老婆 一个爱人 一个能让这个男人 特别对他 迟迷着迷的一个女人 他身上必须要有 这种女人味 那宋家身上也有 所以 这个就印证了 为什么小刚导演 还是说 我看到这个梗盖的时候 都觉得 宋家是不二人选 这个就是这个解读 你们觉得 人世间和回想中的 这两对夫妻 在婚姻关系中 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什么 人世间 其实当时 我们在拍的时候 我跟王阳 我俩就一直探讨 就是我们那一对 在人世间 那个故事当中 就是戏份略少 所以到后期的时候 其实我们 又是很幸福的一对 所以 就可能 对我们发挥的空间 就相对要小 可能它是一个看起来很幸福的 或者说正确的 一个标准的一个样子 但是可能这一次 我觉得我们彼此 是触及到灵魂的 这样的一对夫妻 所以其实特别不一样 但是当时 在演人世间的时候 我还跟王阳聊 我记得我说 这次咱俩这个 也没演过瘾 对 然后我说期待 我们能够有一个 就更深入的一个 一次一次 在演戏上的一次碰撞 然后我们都很幸运 就直接 小刚导演就来找我们 就不回想 我记得还有人说 说感觉像在看 说周荣和这个 蔡小光的婚后生活 对 我说这不是挺幸福 怎么到这儿变成这样了 太内容了 对 如果穆达夫一开始没有说谎 后面这个角色走向 会变成什么样呢 后面角色就没法演了 我会觉得 穆达夫说谎 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他为啥说谎 我到现在我都解读 你记得我在现场 我问导演 我说穆达夫到底出轨没出轨 自己想 包括让观众看的时候 也是给观众一些 对 但是其实昨天 是前天播那集 就是你在等 对啊 大家已经就是给你下了一个 就是怂了嘛 是不是 就说你是精神 精神出轨了 对 所以 精神出轨肯定也是不对的 我觉得对于婚姻的忠贞 对于一个女人爱的忠贞 她肯定你精神层面 也不可以出轨 其实这个戏更多的是在探讨人性 探讨两性之间的关系 探讨婚后之间 大家的相处 是要用心去品 用心去看 我们在戏里面的角色身上 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共情 能不能对号入座 那如果你意识到自己 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能不能及时地去规避和改正 别让生活中我们去重演 回想里面 冉冉冉跟穆达夫那种激烈的吵架 这种这种覆辙 最后请两位老师分别用对方在剧中的语气 安定一下回想吧 我真的没有撒谎 这部戏真的挺好看的 值得大家慢慢地去体会感受 然后希望大家喜欢 不喜欢也没事 多看几遍就好了 谢谢 想知道最后的凶手吗 想知道穆达夫出没出款 想知道他缠绕没 缠绕 去看戏 缠绕门学 对好多有趣的这个记忆 喜欢看甜剧还是虐剧 什么剧 甜剧还是虐剧 虐剧 虐剧 做决定是会靠直觉还是理智温馨 做决定啊 感谢 理性 你看这就是女性的内心 最喜欢自己五官的哪一个部位 全部 嘴 嘴 嘴 我没有全部我没那么仔细 我看我看 但是眼睛也好看呀 还全是这鱼尾门 对别看了 没有没有这是魅力 啥魅力 要见正确的审美观 好吧 谁和自己的角色反差更大 我 得想想你看这就是理性的这个 你反差也有的也有的也有的 天暖了 记得少穿衣服 大家一定照顾好自己 吃好 喝好 睡好 玩好 开心快乐 永远健康 耶 哈哈 哈哈哈哈